天氣非常的熱 就像今天早上出門 也大家都幾乎穿著短袖去上班 但是不要大意 就在下午的時候 天氣會有非常激素的變化 對 沒錯 今天開始尤其到了下午之後 月夜晚 尤其大家在看節目的時候 出去可能要倒個垃圾 提醒你在北部地區 溫度已經明顯的下降了 其實在昨天跟今天的上半天來說 受到封面前緣增溫的一個效應影響 今天在台北大概還有33.6度 在南部高雄還有34.6度 其實你看說這個叫做秋天 感覺還很熱對不對 但是要告訴大家 明天台北只剩下大概23度左右了 所以你看一來一往 總共下降了有10度這麼多 而且其實這一波東北風 在隨著這個封面通過之後 開始南下 其實溫度下降的幅度 會非常的快 不過這還不是今天 不是這個禮拜影響最大的時候 因為我們透過這個曲線圖可以來看 其實這一波東北風 只有影響到禮拜二 到了禮拜三 溫度會開始回升了 但是注意到 禮拜三是24節氣當中的立東 但是到了這個週末的時候 可以看到另外一波 比較長的東北風下來 北部的低溫大概是22度 甚至空曠地區 還有出現16度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也會是 週末會是這一次入冬以來 最強的一波冷空氣 所以聽大家 感覺到冷了 對 這個週末 從明天開始溫度下降 禮拜三 禮拜四溫度回升 到了週末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非常非常的涼冷 不過明君在台北 絕對不是只有氣溫降而已 你知道我們連地表都在下降 往下沉中 對 我們之前在五七新聞網 也曾經跟大家講過紐約 之前講說紐約不斷在下降 對不對 當然氣候暖化是一回事 另外也包含過度開發有關係 因為上面有非常多的高樓大廈 所以整個地面都在往下沉 所以你看未來有可能 這個海水都會淹進 這個紐約市區裡面 當然現在不是說只有紐約 現在美國羅德島大學 他們就研究 透過衛星的反射波來研究 發現全世界總共有99個城市 每一年都在逐漸的下降當中 包含有哪些比較多的 你看像中國天津 在每一年大概是下降4公分左右 另外包含像是在菲律賓 還有在孟加拉 極大港的部分都是下降2公分 巴基斯坦的首都 也下降1公分左右 而在台北的部分 其實也被點名了 大概每一年是下降了2公里左右 2公里還好 雖然不多 但是它是一個趨勢 如果說持續的過度開發 或者氣候變成的話 不排除每年下降的幅度會更快 所以到時候說不定台北 也會出現像剛剛看到模擬動畫一樣 就是還跑到這個陸地裡面去 就像末日的這種場景一樣 不過講到末日場景 最近有一個地方 真的像是末日場景一樣 就是印度的德里了 印度德里你看 現在開車在路上你看過去 霧萌萌的一片 不過這個不是霧 這是空氣品質不好 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你看像我們台灣 最近這幾天 因為剛好西半部在被封測 大氣擴散條件不好 其實AQI 我們講空氣品質的指數 中部大概70到80 南部大概90 今天金門比較不好126 你知道德里多少嗎 德里突破了700 700 你知道平常這個數值 已經到500已經是非常非常嚴重了 它破700 所以逼得說 這個政府必須要宣布 要開始停課了 甚至小學要停課到10號 你就知道你看 在這種空氣當中 外出運動是多麼危險 有害健康的一件事情 不過空氣品質 剛剛看到的是印度德里 接下來還有一個地方 空氣品質也會變得令人比較擔憂 這個地方是哪裡呢 就是德國了 為什麼德國空氣品質會不好 因為他們在4月份開始 關閉境內最後三座的核電廠 也就是說在接下來要進入到冬天 因為去年特別冷 對不對 今年進入到冬天 用電上面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因為今年是第一個 沒有核能的冬天 不過也有人說 這個電力會變得更骯髒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知道核能 其實算是一個比較乾淨的能源 我們透過這張錶2015到2023年 它的電力種類的分布 你看這一根一根裡頭 有非常多不同的顏色 對不對 綠色的部分是風力 風力發電 另外包含太陽能 水力 升值能等等 但你看 隨著這個紫色的核能 到了 抱歉 紅色的核能 到了近幾年來說 開始慢慢的減少 現在完全不見了 可是問題是 你看 風力發電 其實有沒有風 這個很不一定 太陽發電 太陽能發電 其實最近日照也減少了 這個發電量也出來 尤其冬天幾乎日照的時間更短 對 那怎麼辦 那只好透過這個燃煤的部分來補足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個後面曲線的上面來看 其實是逐漸的在往上 所以包含你看 你這個再生能源不夠的狀況之下 你就必須要透過煤炭 透過石油來發電 當然也就造成空氣污染 透過另外一張圖來看 2023年的前9個月 其實你看到在去年的部分 它的這個發電 總發電量已經來到高峰 但是前9個月它是一個持續下降的一個狀況 你會覺得說不錯 這樣是節約能源 發電量不用這麼多 應該比較好吧 明君 我告訴你 不是這樣 你看現在在這個德國的市區裡頭 晚上不開燈 今天景點 對 景點不開燈 因為這個燈只故意開一盞 開一盞 有量就好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主要就是因為 現在因為這個核能已經沒有了 便宜的這個電沒有了 所以他們電價上漲很多 因為燒燃煤 汽油反而更貴 對 還有再生能源也很貴 所以你看跟2019年比起來 他們電費已經上漲了160% 什麼樣的概念 譬如說像我們夏季電價 我們可能一個月 假如說電費吹冷氣7000塊好了 那漲了160%什麼意思 就會漲到11200塊 好可怕 所以你就知道它漲幅非常的大 那當然工業用電戶 他們也不敢用 但就很擔心 今年會不會有氣候的變化 重新捲土而來 我們知道保加利亞的盲眼龍婆 已經過世 但是他生前留下了很多 每年不同的預言 好像遇到了天災 遇到氣候變化 在盲婆的預言當中都有發生 對 其實他非常知名的 包含911恐怖攻擊 俄物戰爭 這個88萬家他都已經預測到了 尤其1996年就已經離世 到現在已經27年了 但是你看他預測的東西 還是很準 所以他在生前 27年前 生前也做過2024年的7項預言 包含哪7項 第一個就是普丁可能會遭到暗殺 而且是遭到自己人 俄國人的一個暗殺 好 待會再來看 包含是歐洲恐怖攻擊增加 尤其疑巴戰爭發生之後 恐怖攻擊很多 三不五時說要炸機場 包含天災 經濟危機 網路攻擊 科技革命 甚至醫學突破等等 至少醫學突破看起來是好消息 那先來看到 第一點講說這個普丁可能遭到暗殺 但是你要承證 必須要普丁有辦法活到2024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最近你看一下 好多傳言 對 你看像英國的這個小報 他頭版頭就直接給你看出來 所以普丁因為心臟病的部分 已經在10月26號 在他的這個瓦爾代的別墅 已經離世了 享受71歲 那也有人透露說 克里姆離宮 克公在5號 也就是昨天 是舉辦了秘密追悼會 連追悼會都辦了 講得煞有其事 原本講說是在他房間裡頭 什麼心臟病發倒地進去看 然後結果救回來了之後 在別墅裡面試試 那現在連追悼會辦了 真的可能嗎 尤其你看10月26號這個時間點 其實就是在他去中國 跟習近平見面之後 沒有多久 所以大家想說 如果這消息成真的話 那普丁跟習近平 你看這個歷史性的疑惑 會是他的最後身影嗎 對不對 所以就不曉得 所以說普丁最近包含像是 會見一些宗教代表等等 都是透過替身來上陣 所以這也不是真的普丁 對 當然這個裡頭 實際的事是這樣講 所以才有這一張 非常離奇的梗圖 這張照片就是 看起來好多都是普丁對不對 說是普丁跟他的替身們 一起用餐 但是這個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 還有另外一個消息出來 你說如果普丁過世 那當然政局部門是一回事 你走來有人接班 那現在接班人選也出來了 就是他 就是現在的這個俄羅斯的 聯邦安全會議的秘書長 帕特魯瑟夫 那其實之前我們也常常看到他 那也是在政治 俄國政治圈裡面 非常有實力一個人 那而且據說他已經 透過各種管道 跟其他國家領導人講說 普丁已經離世了 那接下來我掌權 那接下來俄國的一些 國家運作方向是怎麼樣 現在看起來感覺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不過跟這個88萬家也講到 在明年天災人禍 尤其這種大地震天災會持續 現在看到今年在尼泊爾 其實前幾天就發生了 非常大的一個地震 一樣是在深夜 11點多發生了規模 6點4的一個強震 那政央其實也很淺 這深度只有18公里左右 所以你看地震在晃的當下 明確你看這個畫面 地震開始晃 旁邊車子也開始咬 大家開始跑對不對 那你往郊區一看 很多房子都是倒成一片 倒得亂七八糟 尤其在這種晚上深夜發生的地震 最可怕的 因為大家都在睡夢當中 你房子垮下來 大家根本來不及逃 你看全部都垮成這樣子 所以搜救隊員當然 要想辦法去救援 在這個瓦礫堆當中想辦法 好不容易發現生還者 就要想辦法把他給救出來 不過當然這一起大地震 還是造成了157個人死亡 跟將近200個人受傷 那當然今年地震很多 明年會不會持續 就要看龍婆的預言準不準了 那另外包含除了地震之外 風暴 颶風 颱風 也都是天災很嚴重的狀況 畫面上看到這個是風暴 叫做下嵐 襲擊了歐洲 包含義大利你看市區 已經造成水患了 車子全部都被吹著跑 這是最近的事 就前幾天而已 所以你就看這個今年風 你不覺得颱風 颶風 今年都特別強嗎對不對 你看車子全部都被吹跑了 那颱風來了 媒體工作 記者總要去連線對不對 那現在當地就有一個女記者 就跑到這個海邊去連線 結果突然浪 等一下它離海太近了吧 對 當然這個是很危險 所以你看這個浪直接打進來 尤其這又是在窄口 水衝進來之後 你看整個人就被吹倒了 不過還好它的攝影搭檔 很快就把它拉起來 不然真的有很可能 就被浪捲進去 那另外包含也有 不是媒體記者 他可能是直播主 跑到海邊 你看這風浪很大 你看我旁邊 這個浪都打上來了 結果不是只有浪上來 一條魚打上來 直接打到它的臉 所以大家就會說 天啊 這個浪也太大了吧 魚都上得來 那另外包含這一次 這一個風暴 它其實中心風速的時速 超過200公里左右 風速也很強 所以你包含在這個市區 你要騎腳踏車也很危險 因為你要逆風而行 你看他們踩的多賣力 甚至你看直接被風給吹走 往旁邊去跑了 這種天氣就別再出來騎車了吧 對 因為但是想說沒有下雨 騎車應該還是比較方便 但是風真的太大了 所以可以看到今年 我們講說包含今年生意年 各種極端氣候的狀況 都非常嚴重 包含颱風也好 地震也好 不斷的頻傳 那到底這一個 八八萬家的預言會不會成真 當然我們希望不要 但是真的大家都要多一點小心